这晚两个人到一起就看看去处一处看看 不是那么称心的 不是那么称心的 主要差点呢 现在说不好了 在庞大哥这儿 卢大姐担心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庞大哥说他相忠卢大姐了 可面对庞大哥的表白 卢大姐说他还有点犹豫 眼看着到饭点了 庞大哥就提议要请卢大姐吃顿饭 卢大姐答应了庞大哥的吃饭邀请 到饭店后两个人就开始点菜 饭菜上桌酒已倒好 两个人也举起了酒杯 卢大姐说从家到饭店的路上 以及看到庞大哥到饭店后的表现 现在他对庞大哥的印象分已经提高了 可就在这时 庞大哥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举动 我抽出一下 干啥去大哥 干啥呢 他帮我去买大 你也不能忘了 庞大哥突然的起身离开 让卢大姐有点发懵 尤其是等了十几分钟 庞大哥还没回来 更让卢大姐有些不知所措 那庞大哥到底干啥去了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